有33位朋友们问说,那请问有没有建议给现在的大学生应该学会什么东西,还是应不应该参加什么活动,对于未来感到非常的渺茫啊,怎么办啊,我觉得对未来感到渺茫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他是在一个我们叫做referie,就是遐想,就是不是特别想要收敛到哪一个程度的那个情况, 坦白来说,就是我自己每天醒来,大概都是在一个这种渺茫的悬浮的注意的这个状态,为什么是因为我前一天都会把那一天我学到的都公开出来,都刚刚讲抛弃著作权嘛,放到创用CC里面,那所以我一醒来的时候,我又没有急着要做什么,那这个时候我才真的能够去看到说,那今天发生了什么,跟昨天不一样的这个状况,那当然就会勾起我的好奇心,那我就会想要去学习, 所以我会觉得说,应该学会东西,还是应不应该参加什么活动,尽量不要有一种,好像你昨天的那个,你去控制你今天的这个,你需要学习什么,或者应该学会什么,相反的,我觉得应该是说,你醒来,然后觉得哪一个东西有趣,有兴趣,然后跟你本来所学的东西,看起来可以怎么样结合,那每天就可以去做那一天一点点的创造,那只要你创造这个,能够在那天结束之前,传播到超过一个人,就算只有1.02个人, 很平均,举例来说,那这个也是R值大于1嘛,我们就知道他会go viral,就是说到最后,你明天也不一定要专注在这个题目上,而是你想到这个点子,这个想法,因为你公开出来,所以至少有一点零几个人看到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指数型的成长,所谓的idea were spreading,就是值得传播的想法,那就会透过你当作载体,然后增加 他的R值,就是增加他的传播数,所以我是蛮建议说,就是醒来,然后自己觉得 社会或者环境有什么问题可以解决,或者就是有什么新的情况,你有好奇心,那在一天结束之前,就 不管把它写下来,或者是创作出一个作品,或者就是有一两句新的想法,然后就直接把它放到comments,就直接把它公布出来,那我自己就是这样学识的,而且就是透过这种,好像乱入各种不同社群的方法,然后确保说,那我每次有一个新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脑里总会有几个,我之前接触过的社群,跟这个新的情况可以相互连接,那这样就不是好像, 因为你的科系,或者是因为你应该学些什么的分科分组,好像天上那么多星座,只有一个跟你有关系,不是,而是说,今天有一个不明飞行物,某一个方向过来,你对那个方向有兴趣了,那在他旁边的星星,不管本来是什么星座,你就结合起来,变成自己的一个探索的一个星座,那你,因为其实星座完全是虚拟的东西,星星是真的怎么连是虚拟的,所以你怎么样子把它连起来,这个创意,这个想法,只要能够分享出去, 那很快你就变成一个好像组织者,好像是一个新的价值的倡导者等等,那这样子,这种渺茫的感觉就会变成是帮助你找到新的方向的东西,而不是觉得好像你非得把自己套进某一个已经分好的星座里面的那种感觉